各位斋暴,各位韭菜,各位难民 大家好啊 非常开心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啊,好事年年 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了 你没有听错啊 乌克兰进攻了俄罗斯本土 而且占领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想起了两年前 虎毛粉红啊 在那边一迎 说什么俄罗斯 一下子就要把乌克兰占领了 然后还说这个 你看一下旁边的视频 看一下 他说 蛙蛙们看好了啊 乌克兰只示范一次 看啊 蛙蛙们看好了啊 乌克兰只示范一次 什么叫做现代战争速度 统里德 早上出兵 中午统一 下午核酸检测发生 晚上一起看新闻联播 第二天一早 升国旗 奏国歌 天哪 他是说呢 两年前呢 他讲 说蛙蛙们看好了 蛙蛙可能是指台湾的青蛙吧 应该是 然后 然后他就讲 意思就是说 俄罗斯迅速就会摆平乌克兰 通过这个 他就讲 中国 共匪出兵 早上出兵 中午就暂停 晚上就 中午下午就开始发身份证了 晚上开始看 共匪电视台了 你想想 再听一遍 多么可笑 就这样的人 还在中国当一个主播 当一个抖音博主 你水平 你 你这观众都是一帮什么人 蛙蛙们看好了 乌克兰只示范一次 什么叫做现代战争速度 统里德 早上出兵 中午统一 下午核酸检测发身份证 晚上一起看新闻联播 第二天一早 升国旗 奏国歌 你看到这个表情 你看到这个表情 奏国歌 哎呀 结果 乌克兰 人家挺住了 俄罗斯说是一天就解决了吗 打了两年 两年打完了 自己国家都被乌克兰反攻了 本来是想侵略的人家 结果 被别人侵略了 你看看 你这仗打了 笑掉大牙 就在十天 十天之前左右 乌克兰进攻了俄罗斯本土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刚才讲 他怎么进攻了 不得了 基本上是无人机 他 乌克兰卫用了大量的无人机 在进攻之前 进行了秘密的准备 欺骗了俄罗斯的边防部队 他这个无人机呢 先是 他是大量的 廉价的 无人机 飞出去 把关键的桥梁 据点 炸毁 这个无人机就不让他回来了 然后 乌克兰地面部队 开始 进攻俄罗斯 这个时候不得已有补给线嘛 因为他占领了俄罗斯 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嘛 是有补给线 这补给线怎么补给啊 一般而言是陆路运输 卡车运输嘛 错 现在这个战争已经升级到无人机战争了 乌克兰连补给线都开始用无人机补给 弹药啊 药品啊 食物啊 你想一想 然后美国当然是一条龙服务啊 美国肯定给他各种情报 各种指挥 各种 这个安排吧 美国属于后面大老板啊 乌克兰属于前面相当于在前台的 其实这个都大家都知道 这就属于代理人战争 对不对 这也没什么好说了 就是俄罗斯你这拉跨成啥了 你说啊 这场战争啊 打没想到 有几个没想到 第一 没想到第一个进攻俄罗斯本土的国家呢 是乌克兰 第二 没想到这个周年斯基啊 谈判了 他说什么 他已经开出条件了 他要占领俄罗斯五个州 因为呢乌克兰有五个州 被俄罗斯占领 这俄罗斯侵略人家不想走 乌克兰就说我要占领你的五个州 然后交换 啊 这是没想到 第三 没想到俄罗斯真的把乌克兰放进去几十公里 你看看 没想到 这真的就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啊 这离他首都莫斯科只有四百多公里的 这要是再猛一点 那都要打击莫斯科了 这都了了啊 火箭弹都能 海马斯火箭弹 我估计能打个三百公里 你看看 你是没想到 号称迪奥军事强国 有几千枚核武器的国家了 结果被乌克兰打成这样 当然乌克兰背后是有美军了 这想到不要想是有美国啊 对不对 这更加反映了美国的强大的军事能力 美国全球作战能力 对不对 你就说美国 我说过什么话 全世界跟美国打都打不过美国 很多人不相信 美国一家十几座航空母舰 全世界各大洋随便转 随便跑 那海洋是谁的 美国的 那海洋温呢 对不对 太空中各种卫星 随时侦察 那就没有秘密可可以隐藏呢 你想想 空中各种预警机 各种侦察机 各种电子干扰机 全上 更可怕的 美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你知道什么优势吗 绿卡 美国跟这些俄罗斯士兵 一些高级军官讲 你呀就投降吧 投降呢 或者说 就是弃暗投明 做我的间谍 为我提供情报 这以后就来美国定居了 你看美国这一招 美国是福利抽薪了 全方位领先了 对不对 遥遥领先 全世界军队加起来 打美国就打不过美国 中国三艘航母 法国一艘航母 英国一艘航母 俄罗斯还有一艘脑掉牙的航母 那加起来才几艘 六艘 美国一加十几艘 而且还是核动力航母 还是冬位都是十万吨 你怎么打 美国七十艘核清廷 我早就在战争之前 我就说俄罗斯不行了 许多人不相信 为什么 苏联的完蛋了 因为苏联经济崩溃 苏联这国家就崩溃了 分裂 苏联解体 变成了十几个国家 俄罗斯的经济一直不好 包括乌克兰 他们的经济一直不好 穷 就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的吧 穷了一大糊涂 就这样 你说俄罗斯他能 发展什么武器啊 搞武器 这些研究全是要花钱的 搞军队没有钱怎么搞啊 美国一艘航母 一百多亿美元 一艘核潜艇便宜的三十几亿美元 贵的一百多亿美元 俄罗斯一年的军费 在战争之前只有六百亿美元 他还要维持庞大的核武库 五六千枚核武器 这些核武器那都是拖垮他 就是拖垮他的这个 吞金兽啊 你想想 你这么多核武器你也不敢用啊 但是这些核武器造出来的 你是需要维护的 就这么一点钱 俄罗斯国家领土又这么大 国家又贪污腐败 寡头 这国家经济就是寡头 寡头垄断 然后赚了钱 发财了 到欧洲买油艇 你看俄罗斯的军舰 迫不拉击 整个都这样 就这你还打 对不对 你还打什么仗啊 你呀 我现在呀 一想啊 这个是天使良机 现在俄罗斯撤离不行了 被迫倒向共匪 倒向中国 我说共匪呀 你现在应该是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现在立刻宣布 我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反抗侵略者 对不对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么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呢 灰斯北上 直接进攻西伯利亚 你想想 对不对 就直接把俄罗斯瓜分了 跟美国一商量 打个电话 跟美国说 直接去瓜分就完了 你想一想 大好机会呀 老毛子 俄罗斯啊 抢了中国多少领土 外东北 外东北 一百多万 外西北 四十几万 蒙古也有什么被他抢的 一百五十几万 你想想 这些五毛粉红天天在那喊要统一台湾 统一台湾 你统一外蒙古 统一外西北 统一西伯利亚 你就统一吧 你统一台湾干什么 有兵的你呀 台湾才3.6万平方公里 你妈的 这外东北 这么好的地方 给俄罗斯给占了 哎呀 我天哪 包子 你这 你还统一啥台湾呢 我都建议你了 直接北上 把西伯利亚给干了 不就完了吗 啊 这中国史书长以后 也能把你的名字写进去了 你要不然的话 中国的历史书上还怎么写你啊 写你什么 扛二百金麦子 走十里山路不换街 那完了 那太丢人了 是不是 站在历史和人民一边 真的 站在正义一边 更重要的 站在美国这一边 跟美国站在一边 对不对 你跟美国干干什么 有兵的你啊 兵的不行 哎呀 大好机会 现在共匪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咋想的 哎呀 当然他可能觉得 俄罗斯完了 下一个就他了 快了快了 共匪就是 放心吧 各位啊 我跟各位讲啊 韭菜要乐观了 要乐观 共产党我看的情况啊 快完了 就算他能撑个十年 骂严 他也撑不了 我估计他也撑不了 二十年三十年了 快了 习近平嘛 好吧 拜拜 快了快了 快完了 啊 我估计他